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国大医学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将来这个地方是MD11,这边是MD6,那边是国大医院,国大医院建设在国大的地盘上,所以国大医院是国大的地,国大医院和这边是医学院,这边是电击石,是咱们医学院,这个所谓的阳路灵医学院,这个2005年7月3号开幕的时候,咱们的国附理光药有电击石,我们到里边去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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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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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立一些华商、僑僚 希望能够让新加坡、央业的一手 得到了殖民政府的批准之后的筹款 筹了多少钱呢 有1000新地 当时那是什么地 不知道什么地 除了9000 他就筹了一个学院 买了一个移动的黑白屋 成立了这医院的前程 就是165年 整个国大的源头区治 后来到11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捐15000的 大概是从106000开始 所以第二步是 这是海峡殖民地的联邦的政府 医学学校也能这么说 对吧 后来升级了为什么呢 因为你给我滑上去看 这波华商捐了十多万 咱们请看大云地国的实力 大云地国的皇室捐了十多万 二万四千八百五十五块帮好庆 估计它当时真的是棒 所以说一转换变成这个 捐完钱之后呢 这个就捐成真的 X87是 X87一系列 对吧 这个国大有个传统捐钱的话 你可以改 这下一次 又可以那个 呃 王宁美术学院 或者是王宁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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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来呢 就慢慢升级 这正办理是一个 这个是搬到了现在的那个 这个卫生部的限制 卫生部 呃 在中央医院 白色店都是卫生部的 以前的医院 如果你去看的话 那现在很少看 然后这个 马来亚学院 当时在马来亚合并的时候 是马来亚大学 啊 后来就是咱那个 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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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就是这个 这个校区的 因为之前呢 医学院是在 中央医院那边 后来就搬到这边了 医院从这儿建了 所以说呢 而且他跟那个 南洋大学给合并了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发生过的事情 啊 这个说的哈 总之南大被关之后呢 南大随时代的潮流 呃 行业之后就变动了新大 变成了新加坡博力大学 呃 呃 这还可以 后来呢 二十九年呢 有名非常 啊 康慨的家族 捐了一个例 一百个命令 呃 一百个命令 一百年一百个命令 这个故事在这儿 在我们一百年的时候 有人捐了一百个命令 然后政府呢 又给了一百个命令 所以是两百个命令 所以是两百个命令 我们就 成为洋务理理学院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律师 然后同学们 非常重要的 呃 你看上面啊 这应该是别的学院都没这事 就是所有的系啊 他的这个 这个历任的主任都在这儿 这是我的我的系啊 这个心理医学系 八零年 一个 然后我我导师 2004年 193人上来 后来又换一个 那个现在凯文在私立医院 现在应该是书百代上来 啊 啊 啊 就每一届的那个 呃 主任 然后就定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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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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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员员 员员员员员 员员 员员 感谢观看